这个地方在北京的心脏中心不为 但是它应该是最接地气的一个地方 我自己本身是练拳的 然后早上起来打打太极拳 喝喝茶 我感觉这个是中文文化都市的生活的气息 昨天晚上应该是我在这睡的第一晚上 我觉得那种放松的感觉是我好久没有了 出了门就是胡同 想买个什么东西特别特别方便 而且在我看来就是 这里邻居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过去可能来说我们跟邻居住得非常近 但是住起来好多年好多年 我们都没有任何联系 但这里我刚来的第一天 我们街坊邻居认识了不少奶奶阿姨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然后您看到的这个房子是一个共生院 产家公司合作 做的这个共生院的一个改造 这也是响应市政府的号召 然后做这么一个尝试 做这些试点 他们现在已经运营了有一年多了 做共生院首先需要对老房子进行改造 使它适应现代人的居住需求 那老房子存在保温 隔音 下水等等问题 来我们看看最近改了一个院子 哎呀 真漂亮 这简直就是酒店的感觉 这是我们将一个两开间改成了厨房和卫生间都具备的两居室 室内从实用性和舒适性出发 我们当时是以拎包入住为目标 同时我们还增加了厨房卫生间等居住所需的必备功能 2019年我们有幸受邀参与到大石烂共生乙居院的试点设计 产生主体呢 希望通过这个试点设计 影响周边居民主动参与到城市更新当中来 以其能形成共享共治 营造我要保护的社会氛围 员营主体策划设置的功能 主要是为了给周边的商业和办公提供居住配套 大杂院若要达到和谐共生 需要院内居民一起商议院落的使用 大家一起都参与到当中来 当院落公共区域由居民共同商议达成共识 并进行微更新 也可以有效控制四大难间的蔓延 这叫什么来着 这叫黑条木 这么大的喇叭花那样 也叫千中花 也是爬的那种 对 有一颗爬的到处都是 大事难共生一居院 不仅为片区居民的共享共治提供参考 也能为北京老城内建立四合院修缮长效机制提供实践案例 四合院也是我的家 也是年龄的家 希望他们这样好好的维护 将来这样发展四合院 希望大家好好的利用它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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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